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世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界前文 上回书我们说到 这边郑爱悦儿比较懂事 让他弟弟郑春过来 给送了一些好吃的送给西门庆 那一份是比较特殊的 这个叫做苏油炮螺 这个东西以前才说过 只有李平儿会做 所以说郑春说到 说此事悦姐亲手剪作的 那知道爹您呢 比较喜好吃此物啊 所以说特地过来来孝敬您 那西门庆这个时候说到 说昨日呢 已经非常感谢 你家送的茶食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你看看这个月节 干嘛又这么费心呢 这么客气 多不好意思啊 哎 应多觉说 说好啊 是吧 拿过来啊 我正要尝尝 是吧 这个死了我一个女儿 会炮轮的 是吧 这个如今呢 这又来一个女儿回家了 那其实说的啥意思啊 说的就是 李平儿以前会炮 那这个呢 现在我们的正安月儿又会啊 这也会勾起西门庆 对于平儿的那种相思 那咱说把这个东西呢 捏一个放到口里 就捏了一个呢 递给这文秀才 说道啊 说这个你也尝尝 这个东西啊 老好吃了啊 保你吃完之后呢 是脱胎换骨啊 重新变一个 是吧 这个年轻十岁啊 基本上这个感觉 咱说这文秀才呢 是夹在口中 入口即化 哎呀 说说这好东西 那是吧 此呢 这个说磁取止盈天上有 说此物呢 应该是出于这个西域 人间啊 是没有如此好东西啊 这个东西 我往这肚里一吃 那叫卧废荣心啊 实事上之家威 那这个东西 你看 酸秀才夸的 是吧 这个也别有一番韵味啊 新闻庆就又问 说那小盒里装的是什么呀 那郑春呢 这边也是悄悄的跪在西门庆跟前 地上的小盒 说此事越解 稍与爹的这个物事 那西门庆把那小盒呢 也是拿了过来 那放在这膝盖上 啊 轻轻的揭开 那刚要看的时候呢 应不觉管那套 上去 啪 他就给抢走了 打开一瞅 里边是一方的回纬紧的呢 这个叫 童心的 那个小红铃汉筋 那说白了 是属于女人私藏之物嘛 对吧 就相当于自己 啊 这个贴身的呀 这个 一个小东西 然后呢 包裹的一些东西 是吧 啊 这个递给新闻庆 那你这个能看出来 是一种狗隐吗 或者说一种 呃 性的暗示啊 这个最起码小句是这么理解 那看到这里边呢 包的不是别的 而是一堆啊 这个亲口嗑的 瓜子人 那这个东西 你知道现在可能有一些工业啊 或者说有一些方式能处理 那古人肯定不行嘛 那瓜子人 他得一粒一粒刻出来 所以说这里边呢 是郑爱悦儿 用小口 是吧 刻出来的这个瓜子人呢 交给新闻庆 言外之意是啥 啊 这是一种爱的暗示啊 极度的爱的暗示 所以说我们从这能看出来啊 大官人争夺战 已经就此拉开了帷幕 是吧 正式开始打响了 那当然我们说这种事呢 你要怪 你就怪这个时代 你也别怪西门庆花心 是吧 你也别说呢 这些女人为了得到西门庆 这个无所不用其极 实际上就是时代的问题嘛 作为西门庆天天经那么些诱惑 受那么些勾引 你说他控制得住吗 我觉得他如果说真的就不耗这个 不耗那个 那也不可能 他是首先不符合时代 二呢 不符合他自己的生理欲求 那咱说这些女人来说 没办法嘛 因为在那个年代 咱说过啊 你不是说自己有这个 出来闯啊 自己拼事业的这个能力 你不存在的嘛 你只能通过这个男人 然后才能做到一时无忧的 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说时代不同了 好的 那这边硬伯爵呢 是把这汗筋啊 直接啊 就拿过来 也不管那套 刮的人呢 嘎巴嘎巴 放嘴里就开始吃 这西门庆一看来气了 那小兔崽子 人家正爱月儿 爱我啊 给我的东西 你敢给我抢走 上去一把呢 就夺了过来 但咱说 你这没抢了多少吗 那挂点人 你能磕多少 是吧 这就没剩个几粒 他在嘴里边就在那 骂呀 骂这个硬伯爵 所以你个王八高子 是吧 你馋你就馋呗 你吃那么些东西 都不要紧 你非吃我这玩意干啥 这是人家正爱月儿的一番心意 你怎么能把这番心意给我吃的 你个王八蛋 好顿给硬伯爵一顿骂 硬伯爵啥 是我女儿送来的 他不孝顺我 孝顺谁 这个事你就别说了 是吧 你平时吃的也够多的 你看硬伯爵 虽然说是西门庆的好朋友 包括西门庆去招嫖的时候呢 硬伯爵也能占点便宜 但是咱说 看的也是眼馋啊 你西门庆玩这个玩那个的 我只能在边上看着 是吧 你跟人家云语之事的时候 我只能在外边听着 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 所以说说这个话呢 也多少是犯着一些醋意 那西门庆这个时候也说嘛 说我呀 是仗着现在温先生在这 要不是温先生在这 你看我不弄死你的小样啊 说着呢 把这个汉筋是转而收入了自己的怀中 就吩咐这王精啊 说你把这盒是吧 也是抬到后边去吧 那这个李娜咱也收下了 说过了不一时呢 这边啊 是背盘罗列啊 也是筛上酒来 那吃了一寻酒之后呢 戴安就进来来说了 说李志和这个黄寺 两个呢 是关了银子 把这银子送来了 西门庆就问他说多少 戴安说呢 他外边说是一千两 余者呢 哎这个给点期限 那过后呢 再这个送过来 硬伯爵听到这就来期了 那心里话 你们两个兔崽子 是吧 隔着锅台上抗 分明是我给你介绍的关系吗 我给你介绍的西门庆吗 你怎么敢 把我隔了 直接就来这个送礼来还钱呢 这是不道德的 是吧 最起码从硬伯爵的角度啊 是这么想 所以说硬伯爵直接就说了 说这两个天杀的连我也慢了 还不跟我说 那当然我们看到啊 硬伯爵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知道下一步 这个啊 这个小子肯定要有所有所动作嘛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也骂他 是吧 就在那说 说这昨儿啊 这个念经也不来 那咱说昨天不是这个老道们给李平儿出殡的时候念经吗 所以说这时候就开始在那骂了 说你看昨天念经也不来 现在呢 这个跑过来啊 还钱 还还的这个不利算 那你正常欠的是一千多嘛 你才还一千 你这是有想法 那硬伯爵其实说这话呢 也就是在这告诉西门庆 这俩人不咋地 下次不能再借钱了 那紧接着就讲了 把实话说出来了 说今儿呢 钱你收了 以后呢 也别再贷款给他了 也别再借钱给他了 说这一两个光棍 是吧 整天在外边啊 就多借钱 过后啊 也不知道能不能还上 那赶名呢 这个你再碰着这种事 你就不要借他了 而且呢 硬伯爵还说了个话 说昨儿啊 我听说一事 是吧 北边的这徐内相呢 是找他俩要钱 没有找 发狠辣 要亲往这东平府呢 是自家去抬银子去啊 说只怕这边呢 是欠着账不给啊 西门庆说啊 西门庆说 啊 兄弟 这是你想多余了 为啥这么说呢 我是不怕的 我管他什么 徐内相 李内相 跟我 他能一样吗 你一个内相 那你这是不行的 我不一样 对吧 我为啥不一样 我是当官了 他俩不想活了 他要是不想活 那你就惹着我试试 我直接我给你关号子里 你是要钱 你是要命吧 对吧 所以说西门庆这么做的底气呢 其实也是源自他自身的一种官商整合的一种身份和地位吧 对吧 所以说作为一个放高利贷的高官 那确实我们是惹不起啊 那另一面呢 西门庆也是叫上这陈经济 说你拿着天平是吧 除去呢 对了 那把这个银呢收付了也就是了 我就不出去了 咱说过了很久呢 这陈经济走出来 是吧 这个也是回来来回话 说这银子呢 已经是对足了一千两 交给后边去了 大娘吴岳娘呢 也收了 黄四说还要请老爹您出去说句话 西门庆说我不跟你说了吗 你就说我这边有事 我不去了 所以说呢 你就答复他就算了 是吧 左右呢 这个 到时候咱们这边还得捣钱 还得是啥的 你就答复他 这个答复他回去就算了 陈经济说不行 他说有个事啊 必须啊 亲自面见西门爹您 这就必须得您去处理 西门庆说 啥事啊 这么烦呢 那算了吧 那你要飞翔我去嘛 那这个我还是去见一见吧 于是呢 西门庆就走到厅上 一看这黄四呢 上前赶紧给西门大官人就磕头啊 说这银子啊 一千两 姐夫呢 那边已经收了 余下的啊 小的我这头啊 这个赶紧的弄钱还给您 所以说您那这个别上火 我肯定还您钱啊 额外 小的还有一个事 和我们的西门大官人要商量 求求西门爹您得帮忙啊 咱说呢 这边一边说着话 一边磕着头 就像鸡钱米一样 在地上呢 好顿磕头 好顿哭嘛 这西门庆拉起来就说道 说你有事说事 你挺大个老爷们 你哭什么玩意 黄四说啥 说小的呀 我这个岳父 名字呢 叫孙青 他呢 搭了个伙计 名叫冯二 这俩人呢 在东昌府 是卖花布 不想呢 这冯二啊 有一王八蛋儿子 叫冯淮 不太收本分 对吧 这个晚上呢 在那待着没事 就出去去瓢塑去了 那天晚上呢 这个棉花也丢了 他们贩卖的这个棉布呢 也丢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 那我这老丈人呢 就就挺来气的 因为你做买卖嘛 舍了本钱 丢了这个货 你这自然是大事嘛 那小的这老丈人呢 就说了他两句 是吧 那这冯二呢 一听也来气了 就把自己的儿子 是吧 叮当的就好顿 给胖揍 打了一顿 那你想他儿子挨揍了吗 这心里不爽 这心里话 啊 就你孙青 你说我爹 然后我爹揍我 是吧 那咱玩石头剪刀布 是吧 那我掉过头来 我揍你儿子 于是这冯二呢 就跟着 然后这个 把孙青的这个儿子 给打了 谁呢 孙文相 这孙文相 就说白了 这个关系 咱就能推导出来 是黄色的这个小舅子嘛 对吧 孙文相和冯二 两人打到一处 孙文相呢 是被打掉了一颗牙 这边呢 冯二也受伤了 脑子也是磕了 那当然 还是有旁边的人吧 从中劝解啊 最终是把架拉开了 但是 这不曾想的是啥 他那儿子到家 逢二嘛 到家没有半个月 因为破伤风 就死了 这个有一点 可以和各位说一下 其实就是所谓 我们现代人啊 确实仰仗着医疗的很多优势 比如说我们这些消炎药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真的可以救活好多人 好多人的性命 对吧 在这个所谓青霉素啊 这个制造之前 那确实好多人就死于 那种所谓的感染吧 这个以前小剧也是介绍过啊 在这就是额外的 在咱再这么说一嘴 所以说这哥们呢 就是因为打仗 这个多少破伤风啊 然后竟然过了半个月 因为破伤风的原因 死了 他老丈呢 是这个河西有名的 这一个土豪嘛 叫白武 绰号呢 叫白千金 专门啊 跟这些土匪强盗啊 是处在一处 就叫做这逢二 你这叫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吧 说你啊 现在那就告他 是吧 你告一个状 那这个批这雷老爹那边呢 也是审问一下 咱说这雷老爹呢 是伺候这黄传的嘛 所以说也没什么功夫啊 就违转到本府的一个官 叫这个铜推官 那推到铜推官那里呢 咱说这白家呢 在铜推官那块 是使过了钱 递了银子 就非要判他老丈人 孙清一家的一个罪 是吧 那所以说呢 一看这文书 就把自己家人 也是给逮了过来 把他这老丈人呢 也是关押了起来啊 那这头呢 咱说这黄色嘛 没办法啊 自己媳妇的爹 你说你不能不救吗 一定你要救啊 所以说这头呢 也请西门爹 您千万是垂脸啊 这头呢 也讨封书 给这雷老爹 宁可呢 是捡几日 管几日 但是一定还是把人放了吧 你不放 你说不行啊 这老头那么大岁数了 禁不住那牢狱之灾嘛 另外咱说了 你就算他俩人私打 跟我老丈人也没啥关系啊 又不是我老丈人动手的 所以说你把他关起来有点 不太合理 现在咱说这孙文向 一个人要是关在里边 这个您爱救不救 好歹 把我这个丈人先给他救出来 西门庆拿着帖子一瞅 一看上面写着啊 说这东昌府 见监犯人孙青 孙文向 那起青木 那啥意思啊 就是给写个帖子 求你把这俩人给揪出来吧 那于是西门庆想了想啊 说这个事吧 我们得这么看啊 首先你这个雷兵被 我跟他不熟 对吧 为啥说不熟啊 前一阵时间到市啊 咱们请六皇太位的时候呢 这个雷兵被到我们府上了 也是吃过酒 但是咱说只有一面之缘 我们都不熟嘛 没讲过话 你说我怎么好意思 直接给他写书我去求呢 那这黄四一听慌了 说大官人啊 您千万得救救我这老丈人 是吧 说着说着就跪下了 又在那哭哭啼啼的 你说你不救他 我这媳妇天天在家烦都烦死我了 这没办法 咱说老丈人岁数也太大 六十来岁 你说那玩意在这个监牢里 他哪能受得住吗 所以说 好在您把他救过来 行不行 那这个又跪在地上 又磕头啊 又各种各样的 西文庆想想啊 说那你要这么说吧 也罢 那不行呢 我就想想办法啊 我呢 是转这个管钱的啊 这个钱老爹去和他说说 这钱老爹和这个啊 这个雷兵杯 他俩呢 是属于童年吧 都是这个任身年的近视 是吧 任陈 任陈年的近视 黄四呢 又这个磕下头绪啊 这个时候 从秀里边 取出这个 叫一百弹的白米 那这里边有几点啊 我觉得我们要简要的介绍一下 其实这里边也是调侃啊 为兰陵笑笑声 你说直接这个雷兵杯吧 他不认识 那他需要找一个人叫啥呢 叫钱老爹 瞧不瞧死 这人为啥偏姓钱啊 就告诉我们 这后世之人 叫做有钱好办事嘛 对吧 那所以说呢 这中转的啊 一个过渡的人 就不姓别的 单单姓钱 其实也是属于一种 自我嘲讽的状态吧 对吧 那之后呢 这个时候 这黄四我说了 也跪下磕头 从这秀中呢 是取出这一百 一百弹的百米 来感谢西门庆 你说这一百弹的百米 如何从秀中取出来呢 这里边其实就涉及到 中国馆场 或者说中国古代的一种 社会背景 什么背景呢 就说我们行贿送礼之时 你不能说你来送钱来了 你要说你来送钱来 谁敢收啊 那别人这一说 你这不都露馅了吗 这不是贪赃王法 行贿受贿吗 所以说这是不行的 那重要的在于什么 重要的 其实是在于我们 这个你把钱送了 但是呢 你不能以贯以钱之名 所以说这块呢 就要取出一百弹百米 好像送的是粮食 好像送的是大米 但其实不是啊 其实送的就是一百两银子 只不过呢 是把行贿这件事说的 很儒雅 说的很斯文 那于是呢 把这帖是递交到西门庆手中 腰里呢 也就解了这银子是吧 递了上来 西门庆一看看 说 我不能要你这钱 你这 这个钱 我要他干啥呀 说 我哪里要你这行钱 那其实 也不是说钱 钱少啊 确实符合西门庆的这个意思 因为啥 你这点小钱 我要你钱 这个这个犯不上嘛 对吧 那好像我收收收贿赂啊 然后挣这个小钱 再去救个人 其实从西门庆的角度讲 我救你这么一个人 比收你这个钱 要付出的成本高的多 对吧 他知道这个人情 比这个金钱来的更多一些 好的 那究竟西门庆 就没救这个孙清一家呢 咱们下文再说 谢谢大家 咱们下文再说